资讯爆炸的时代如何分辨消息的正确性 媒体素养能力相当重要 国立台湾示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就和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合作 出资补助大专院校媒体素养相关课程 同时也邀请学生和民众一起开发出两款 假新闻茶盒和媒体禁用权桌游 让民众透过游戏提升媒体素养 没来远去 国立台湾示范大学大传所和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合作 举办一系列媒体素养教育活动 除了讲座 营队 读书会以外 也邀请学生和民众设计出两款桌游 让大家透过游戏提升媒体素养能力 学界 民间团体 媒体观察团体 其实都投入了蛮多的心力 都在推动相关的媒体素养 还有像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影片的拍摄 都是一个在整个媒体素养里面 那种媒体禁用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实践 看一下图片 然后搭配你手上的讯息 其中一款以假新闻茶盒为主题的游戏 让玩家透过图文搜索来判读资讯真假 另一款媒体禁用权主题游戏 则是让玩家扮演影音创作者 产制不同类型的影音内容获取声量 培养民众的对于讯息的判断跟思辨能力更为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学籍和产业界在计划期间 一共举办127场讲座补助30门大学课程 并产出50部公用频道影片等 期望未来能继续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推动而努力 藉乐志玲星台北报道